哎,这个月发了奖金 看这个样啊,还得好好干 下个月还能发奖金 完了,心里话让别人听着了 还认识我吗? 认识! 啊? 认识! 我谁? 龙子 对,我上班了 村里现在开了个踩石厂 我现在得那上班 就找不着放炮员 后来那个老板直到我耳朵背 会放炮 就把我给接去了 这活就得我干 别人干不了 别人点炮都害怕 我不怕 我点炮往这一塞 我都不动 只要不蹦死我 我都不跑 要说这耳朵背啊 也有耳朵背的好处 这回我下 这上班 我到处找你 你惹祸了 啊? 你惹祸了 买啥祸啊? 你惹祸了 啊,你要这么说我不就听着了吗 惹祸了 我惹祸啥祸了 昨天你上班干啥了 上班 上班 放炮 崩山呢 你知道你崩的是啥山呢 那是人家张总花三百万修的假山 三百万 三百万呢 三百万呢 看来我儿子我孙子都有活干了 不放炮都不行了 那是三百万 咋整啊 还咋整 别说那没用的了 赶紧的吧 张总就因为这事啊 一着急一上火 煮乱了 这东西都买完了 赶紧去看看吧 上哪看去啊 上医院 上哪 你还真说我就听着了 上医院是吧 拿来 买的啥呀 家多宝 媳妇你太会办事了 和这玩儿败火 我估计他要真把火消下来 这三百万还不一定能让咱赔呢 张总那人挺好的 快走走走 快去 张总啊 你在屋上张总 你在这等我 我能不上火吗 在这等我 在这等你啊 你小点声我就听着了 我得等你干啥呀 我先进去看看呀 看看那里边啥情况 张总要高兴啊 你再进去 要不你这龙三拐四的 你再给人野生戏咋整啊 啊 拿着 快进快回 张总 张总 那个不认识我啊 我是龙三拐伙伴 谁 龙三拐伙伴 啥事啊 你抽到人家龙三也不给你省心 惹真大麻烦 让你操心了 没事 张总 你病好点吗 好多了 好多就好 现在都吃啥药呢 胶囊 冲剂 挺好 挺好 哪个大夫给治呢 老梁大夫 张总啊 其实龙三和我一起来的 在外面等着呢 是是是 你不敢进来 你不要让他进来 他还搅着没面了呢 你说他给你闯这么大货 他还搅着没面进来的 你问我给他领进来 您好好说说的 张总 你享用气 享用气 我给他领进来啊 我给他领用教导一下啊 不行吧 我就说不行吧 张总心情挺好的 一会儿你进去呀 挑张总爱情的话说 说点客气话 去吧 去 不会说呀 我很少跟人交流 我没跟他都这么说过话 咋这么完蛋呢 这么的吧 你就把刚才我跟张总 那段对话 学一遍 就行了 咋学呀 你进去呀 你就问张总 你说张总 你病好点吗呀 张总肯定说 我好多了 然后你再问张总 我好多了 那我说 那太好了 对对对 你说啥 会说话 你会啥 谢谢 太好了 然后你呀 再问言张总 张总啊 你吃的都是啥药啊 张总肯定说 吃的是胶囊和冲剂 然后你咋说 这药挺好的 然后你再问言张总 哪个大夫给你治理病啊 张总肯定说 老梁大夫给治理病 那只要他一出手 妙手回顺 肯定去跟挺好的 这不挺会说的吗 这不挺会说的吗 看你的 忘了 没记住啊 没有 紧张 你是我爹呀 这位这么的 我眼张着啊 咱俩再对一遍 你来看我 开始 说呀 还开始啊 听着了 张总 看你来了 病好点没有 好多了 谢谢 谢谢 这我就放心了 吃啥药呢 实力是胶囊和冲剂 这药好啊 那个 谁给你看病的 老梁大夫给看的 他可厉害呀 只要他一出手 妙手回春 你肯定就去跟了 行 就这么说啊 去吧 去吧 我下楼下等你啊 去吧 别走太远啊 去吧 去吧 张罗啊 媳妇又换了 你喜欢又换衣服呢 我看你来了 定好点没呀 快死了 谢天谢地 这我就放心了 是啥药呢 毒药 这药好啊 哪个大夫给你看病呢 杨孟姨 他可太厉害了 只要他一出手 妙手回春 你肯定去跟啊 古文 古文 不用说了 饭也不吃了 我回去了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